你知道吗 有一种树一生都在经受临池酷刑 被千刀万挂呢 那个倒霉蛋就是我橡胶树啊 你们的爱千刀是夸张剧 到了我这里是蝉树剧啊 你看看这些疤痕 都是人类为了获取我的职业 留下的证据 曾经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是人类无意间发现了我的树枝 粘稠又有弹性 然后灾难就来了 这东西挺有弹性啊 搞不好有大用处 兄弟们一起来告他啊 你们要干什么 把你的职业都交出来 我们要造轮胎 造床垫 都可多东西了 我就这样除了人类的四大工业原料之一 莫上了千天处行的悲惨日子 最近需求有点大 得给他安排加班 有996呢 还是007呢 我发现了一个增加产量 提升自然的办法 橡胶树经过白天充分的阳光照射 又经过一夜休息 凌晨的时候 气内水分饱满 树叶的蒸腾水分也最少 所以这时候割胶最好 你们真不当人啊 这种日子 这种日子过几十年 爱上几千岛 我受不了了 感谢老铁为人类心情的付出 希望你将来不要再做橡胶树了 开门 开门 这早天杀的又把我乱放 你看啥子国际玩笑 这些年不一直这样放吗 这些年都放错了 无语 蛋黄密度比蛋清小 横着放蛋黄容易上浮形成贴皮蛋 来吧来吧小老弟 贴着我就变成臭蛋 救命啊 那你说咋放 我得竖着放才能保鲜啊 嘿呀 简单 我怎么又上浮了 又变成臭蛋了 你这遭天杀的 小头朝上也会形成贴皮蛋 得大头朝上才行啊 为啥非得大头朝上啊 大头有气势 蛋黄上浮 气势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这样蛋黄不容易 粘在蛋壳上 而且我能呼吸顺畅 就更能保鲜了 师父 大头朝上 小头朝下 以后有新鲜鸡蛋吃咯 小大 你以后肯定是个 没人喜欢的大胖子 不服输 现在咱俩长得都差不多 还都是一个骂生的 低沙就不是你变成胖子啊 哎哟 你也不看看我这里可是块风水跑地 不让松软 我就能往底下扎根 以后长出来是又壮又长 你那边有石头 吐之硬 以后只能横着长咯 我才不信你 我只要努力就能数低石穿 我早就说你会变成胖子 还不信我 我这么胖 这下真没人喜欢我了 哎呀 这红薯长得这么圆润 淀粉多疼分少 最近减肥正好拿它来当主食 长得胖也有好处 也有人喜欢啊 小兄弟 你长这样 咱们怎么在家实现蓝莓自由啊 长得不好不能怪我 我已经尽力了 没事 哥哥我关照你 这是进口的矿泉水 听说里面不含矿物质 给你喝了 你肯定能变壮实一些 来 兄弟 干了 大哥 喝不下了 咱们烂眉水不能浇多啊 会导致烂根的 你呀 浇水要缺水 浇毒要烂根 这么悄惨减思的 能长大吗 我都是来者不拒 喝 我好难受 怎么养分都吸收不上来了 大哥 这是碱性水啊 咱们蓝莓在酸性环境才能成长 减性水会让土壤为活性降低 我就更营养不良了 这样吧 我就是关心责乱 我再给你浇点自来水 保证你长得壮壮的 兄弟 你怎么了 你这也太脆弱了 怎么喝点水就完了 哎呀 这蓝莓怎么绿重无死啊 谁直接给它浇含绿的自来水啊 自来水都得晒过之后才能浇 算了 有空再买一颗吧 嘿嘿 这下又只有我一个人独享这片阳台了 今年圣诞真冷 可怜我只能在家多喝热水 水有什么好喝的 都圣诞节了 能不能有点心意 我可没钱喝高大上的新爸爸哟 没有条件 咱们就自己创造条件 你说的倒是好听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亏你还是个人类 再加做热红酒都不会吗 拿去 找到这个座 保证你能够在自家 制出美味的正宗热红酒 1.5升的干红葡萄酒一瓶 甜滋滋的大橙子一个 八角两个 贵皮一个 丁香两个 再加上草果一个 最重要的是 要加上200克白砂糖 口感会更甜蜜 大火烧到快开的时候 再转入中小火煮30分钟 这样一锅自制的正宗热红酒 就做好了 我还以为会是黑暗料理呢 没想到这么美味 感觉喝一口能暖一整天 这个冬天 你的第一杯红酒安排了吗 老铁们 今天给大家演个绝活 大口闷牛奶 老铁啊 咱可不能喝牛奶啊 牛奶多有营养啊 为啥不能喝 我去 就是喝点牛奶怎么就错了 那是因为牛奶的蛋白质和钙 跟咱们蓝莓家千生贩重啊 作为牛奶里的优质营养物 我负责补充生命所需的能量 你来促进生长发育 咱哥俩肯定能承包这里 可是前面有维C来抢鸡盘呢 什么 是蛋白质 开战咯 蛋白质遇到维生素C 可能会引发蛋白质凝结 蓝莓牛奶 秒变蓝莓豆腐渣 不但不利于消化吸收 还可能激发副副 副泻 你们别打了 我要痛死了 那钙呢 我要是能补电钙 肚子疼也不亏呀 你找他吗 他已经帮定了 发生了什么 有咱们蓝莓家的草酸盐在 钙你是补不上了 他俩凑一起 没形成结石就不错了 为了身体健康 看来我这辈子 跟牛奶绝缘了 浇水时间到 明明我每天都按时浇水了 怎么这些葱还是念念的呢 喂 你是真没看见我身上 这些被鸡马咬的伤啊 别急 我现在就拿农药给你喷喷 少上互联网 多逛菜市场 咱们这么小个菜园 你拿这么大瓶农药 是想把我们俩同时送走呀 我还有一计 我先将小米椒剁碎 然后用开水泡上24小时 再加入20克的白糖 过滤后对水搅拌均匀 做好了 家庭自制防治鸡马水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第一 鸡马怕光 只会在晚上出现 第二 鸡马喜欢吃甜的 你这个家庭自制水 真的有效吗 放心吧 看我的 好甜 真好吃 哎呀 怎么突然这么辣呀 此地不已久留 看来我得先走一步了 哇 你这家庭自制 防气马水 还真是不一般啊 当然了 干净环保又卫生 真材实料 看得到 南瓜 西瓜 东瓜 怎么没有北瓜 谁说没有 我就是北瓜 你 我认识你 你不是南瓜吗 就是看起来 确实有点小 但是小孩子 也不能撒谎冒充别人啊 我真的是北瓜 你也可以叫我 陶南瓜 或者金瓜 只是长得和南瓜 有点像 难道南瓜 不就是北瓜吗 我们那里 都这么叫啊 其实 只有我才是正派北瓜 但我产量低 又没有西瓜的甜美 冬瓜的清香 和南瓜的高产量 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哦 原来是没什么用啊 难怪不受欢迎 我只是产量低 所以没有被大面积 种植而已 用处多着呢 既可以生吃 又可以做凉拌菜和炒菜 味道清甜不说 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呢 真的吗 那请问 在哪里可以买到你呢 我可不是这么轻易 就能买到的 只有在自家房屋前 小菜园里 才能看到我哦 新买的水仙花 真是又香又好看 嘿嘿 先在这里放两天吧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是那么美 哦 这是什么东西 以前在家好像没见过 闻起来倒是不错 嘿嘿 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嘿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你懂什么 居然还想着吃我 在中国 我是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在西方 我也是神话里的 美男子变成的 和你这种俗气的家猫 是不一样的 你说谁是土包子 谁俗气啊 我在这个家待的时间 可比你长得多 你走开 我完美的脸 救命 救命啊 活该 我可是全身上下都有毒的 物食轻折恶心呕吐 严重的还会发生 痉挽麻痹 甚至危及生命 有毒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以后再也不乱咬东西了 这花怎么变成这样了 忘记水仙有毒了 看来下次不能放在屋子里 还要防止被猫误食才行啊 快别玩了 把你那游戏暂停一下 先吃饭 哎呀 记什么 等会我就吃饭 你懂什么 饭菜就是要趁热吃 不仅味道更美 而且暖胃又暖心 快吃 这也实在太烫了 等凉了 里面肯定全是细菌 吃了会拉肚子的 你看 这上面说 正常口腔食管耐受的最高温度 为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 而刚出锅的饭菜 温度是体温的两到三倍左右 过高温度不仅会损伤口腔 还会烫伤食管粘膜 这肯定是瞎编的 不然我吃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那是因为受伤的食管粘膜 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那不就是没事吗 虽然可以自我修复 但如果反复进食过热的食物 会是破损的食道粘膜 不能及时预合 慢慢的还可能演变成食道癌 那我们以后 还是等饭菜放凉了再吃吧 过热的饭菜 对牙齦和牙齿也有害处 才会引起过敏性牙痛 和牙齦溃烂呢 再合适的温度 慢慢吃就行了 否则对身体造成伤害 反而得不偿失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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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边 我们下集完